台湾光学镜头楼头 大力光现在是爆出了违反著作权法 最新的进度是三位研发部门的主管 现在是交保了 那么整体事件之所以会被爆出来 最主要是检方接获了检举 好 那么8月11号的时候 检调是大动作的搜索了大力光 同时是传讯了研发部门的三位主管 他们设计是触犯的违法重置 以侵害电脑程式著作财产权之重置物 作为营业之使用者最好 这么一长串代表是什么意思呢 但您持续往下看 这个意思指的是通常电脑程式的软体 并没有获得授权就违法的重置 也就是拷贝或者是直接使用盗版软体 好 那么律师其实就说了 以他们现在交保的金额来看的话 恐怕涉及的软体授权额度并不低 那么实际上科技也经常使用到 是高价的软体 如果只是为了省成本只买一套 而且分给很多人来使用的话 这样的行为早就已经处罚了 大力光这回也赶紧发声明表示 他们会全力的配合调查 那么对于公司内部的财务还有业务 值得回忆的时刻 这些品牌的镜头供应商之一 就是台湾光学镜头龙头厂大力光 不过却爆出著作全法争议 十一号台中地监署到大力光公司搜索 待会研发部总处长副处长和客长共三人 检方复讯后认为涉嫌违反著作全法 作为营业使用最嫌重大 最后以二十万到一百万交保 统统限制出境出海 专家分析 以科技业来说经常用到高价软体 但如果想省成本只买一套 却安装在许多职员的电脑上 打加一起用 或是买了软体没授权 却重新制作来使用 统统都踩到著作全法的红线 那另外一种可能刚刚我们谈到的 就是说会不会是 企业在开发产品的时候 用到一些竞争对手相关的软体 这个事情很难说 譬如说一个城市码 它有几万行的城市 那你到底是用了几行 才叫侵犯著作全 会有些城市码长得很像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最后还是要由这个法院 经过专业的判断 除了检方持续调查厘清 大立光也发出重讯提到 主因是软体授权有争议 强调对财务业务没有重大影响 大立光12号股价下跌10元 收在2115元 看来事件也多少影响顾名信心 华视新闻红转轮沈丽荣台北台中综合报道 哈喽 我是蕾亚 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